大家好,今天我们继续聊这个胡仙宇这个事情 就是说失踪当晚啊,整个学校啊,总共有13辆汽车出了校园 有关部门呢,也做出了一一的检查 但是呢,并未发现这个任何的异常吧 就是一个一百多件的这个大活人 真的就是跟空气一样随风给吹走了吗 像蒸汽一样空中散去了吗 其实这个事吧,假如就是停留在失踪这个阶段上吧 那么这些学生们啊,还有家长们啊 这个心里呢,就是恐惧啊,将无法得到释放 毕竟啊,这是一座全封闭式的正规学校 这个胡仙宇的去向呢,只能就是说总共有两条 要么这个胡仙宇啊,没有出校园 他还在这个校园里 如果这样呢,那就是已经就是没有了希望 再一个就是胡仙宇呢,已经被转移出了校园 这是第二个嘛,要么再要么出去 就总共两种可能性 就是转移工具呢,不排除 当天晚上的那十三辆骑车中的某一辆 如果这样呢,就是他不在这个学校里 在外面还有一线就是生机吧 还有一线这样的希望 但是呢,这也是非常渺茫了 在十月十八日呢,就是胡仙宇的家人啊 请来了两车搜救权 这个大家也看到了 其中呢,就是说在一处位置上 以及就是发出了现警号吧 发出了一个警告 就是,这能算本还只50这个概率吧 时间都过去就是一个多月了 可是呢,就是说搜救权 这个气味啊 就是说这个人类的气味呢 还能就是说,残存多少呢 再加上这个天又在下雨吧 就是,根据这个学校的这个监控啊 就是说存在这种是监控的盲区 盲区 有人就是说这个学校内这种内部人员 就是一起等待就是结果吧 这个胡仙宇啊 在这个十月十四日晚上 就是走出宿舍失踪后呢 就是我们见到这个监控啊 定格在了下午的五点四十九分 本主任在六点十分发现 六点十分发现 在这个晚上十一点四十一分 电话告知这个胡仙宇的家属 快十二点了 这个电话打的就是说 非常的 时间不怎么好 十一点四十一分这么晚了 就是说万一就是睡觉了 大爷哥就是说手机关机了 根本不可能接起这个电话 如果接不起来 这就到了第二天了 这个 这个时间 就是说班主任就是在这个 六点十分没有发现 就是学生去学校啊 就会马上通知家长嘛 这不是一件小事情 第二天就是 第二天九点 胡仙宇呢 就是他的家人与老师啊 一起 一起 还有就是 全部人都在周边搜索吧 并未发现任何的 踪迹 并没有发现 这个水也抽干了 什么也没有发现 就是截止到就是 昨天吧 截止到昨天 从十月十四日 傍晚失踪 到昨天的十月二十日 就是三十七天过去了 这个胡仙宇 这个十五岁的年龄呢 一米七三的这个 个头的男孩呢 就跟空气一样 消失的无影无踪了 这让这个胡仙宇的家人呢 倍感这种痛苦的煎熬啊 煎熬 就是这起失踪吧 就是说 可能甘以前的有 相似之处吧 这个事件就是说 活不见人 死不见尸吧 这个非常 一点嘛 就是说 从这个胡仙宇 他的这个宿舍楼 到这个教学楼呢 不过就是 百米距离 中间呢 有这个 几十米的监控盲区 还有一座 就是小山坡 与这个学校围墙相连 这里呢 就是因为 就是这个监控啊 年久失修 成为了一个盲区吧 从此就是 凭借着 感官 就是直觉吧 就是说 有人说 这处地点呢 别是这个 胡仙宇啊 走失的地方 有人这么说 这个胡仙宇 就是家人 检查了这个胡仙宇 留在 浅室的 这个物品啊 就是他把这个 手表啊 身份证啊 还有这个 钞票啊 等物品 就是都没有 戴在身上 只戴了一支 录音笔 这可能就是 排除要 就浅断出 这种校园的可能了 已经排除了 事实上呢 就是说 学校也查看了 这个围墙 就是说 并没有留下这种 翻阅墙的 这样的寒基嘛 寒基 有人说 就是猜测 他有可能是 自己陨落 如果就是说 真的就是 自己陨落的话呢 为什么会找不到 这个剩下的 剩下的 感谢大家 就是收看吧 大家收看 希望就是 这个小伙子 平平安安 虽然就是 有点渺茫嘛 但是也希望 人家就是平安吧 感谢大家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